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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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在去年冬至的时候 我分享过一道芝士龙虾衣面给大家 但是我很记得 有位网友留言给我 他说吃芝士或牛奶会敏感的 他就问 如果做上汤会不会是同一个做法呢? 其实 其实做上汤当然比起做芝士 就会简单很多 如果用心做的话 味道还可以和酒楼一样 趁现在的龙虾价钱 比几个月前更便宜 就在今集买多两只回来 做个简单版的上汤龙虾衣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过还是要先看材料 同样,今次我也是买了两只西奥龙虾回来 不同的是 上次我买淺红色壳那款 今次我买这一只深色壳 两只比较过之后 深色壳的肉质 是会比淺色壳爽口的 相对之下 淺色壳吃下去的口感就会软一点 在同一个价钱之下 当然选爽口 跟做芝士龙虾一样 今次我都会用这面墊底 看开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就算这面是配角 一样要做到它很够味才可以上桌 同样 今次都是要用60克的牛油来起锅 份量越多些 做出来就会好吃很多 今次的配料相当之简单 只是用两粒的蒜头 加多三粒的干葱头 然后再给多几条葱刀给它 切的时候 只留葱白的部分就可以了 最后 鸡汤这个灵魂材料 就一定不少得了 买盒一粒回来 已经很够做了 好了 材料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可以马上开工 好了 回来也是先切了一只龙虾 同样 冲一冲龙虾身上的汗水之后 也是先把竹酥斩了 在上次做芝士龙虾衣面的时候 我的做法是在中间斩一半 但今次我比较枝整 想摆盘的时候更好 所以我会完整切整个头出来 下刀的时候 就选取银与银之间的虚位 尽量避开银 这样就会容易切很多 将龙虾分开之后 就先把脚切出来 同样 我又是想装盘的时候想漂亮一点 所以今次龙虾尾我就不分一半了 刀直接将它斩一刀 斩的时候也不要硬碰硬 选取一个虚位切进去就可以了 跟手就将身开边先 但现在身是圆滚滚 没有东西支撐住 就这样切下去就有些困难了 在切的时候 最好预先用把剪刀 轻轻剪开口出来先 然后就在开口的位置切进去 很快就开了 这次龙虾也不算小 将它一开三 吃的时候就方便一点 搞定之后就搅上头 首先我会在壳和脚之间剪一下 等一会炆头出来的时候就会容易一点 然后就将头壳炆出来 其实这个切龙虾的方法不算是正宗的 不过我们煮食 好吃才是重点 将壳脚脱出来之后 就将两边的筛 用刀刮走它 筛里面就藏了很多细菌 所以一定要清至干干净 而筛底也很骚髒 所以一会洗的时候就要重点清洁了 接着就将脚修好 将最尖的一节剪走它 搞定之后就将它一开二 之后又是留一会儿再洗 最后就将头里面的嘴、胃、腸 那些骚髒的东西清走 眼见不会吃的东西都清走之后 就可以拿去洗一洗 和洗扇背鲍鲍鱼一样 同样都是要装一盘水 轻轻将肉拿点水去冲一下 这样做就可以尽量保留龙虾里面的鲜味了 搞定之后 都是用一块干布 先将龙虾身上表面的水分吸光 然后就放半茶匙的盐进去 放些底味给龙虾 拌一拌之后 就让它放在那里腌回5分钟 当然虾头也要放少少盐给它 如果你煮一只小龙虾 又不想浪化油的话 可以用煎的方法去做 当然我会拿去走油 快点 在等油滚的时候 同样都是要预先撒一层薄薄的低筋面粉上去 在走油的过程就可以锁进龙虾的水分 因为虾头的壳就比较厚 炸的时候就要久一点 当油烧滚了之后 就放些龙虾头进去 同样整个走油的过程 油温一定要够 如果不然虾肉就会吸油 做出来就不爽口 因为现在开大火 炸的途中就可以把火收小一点 油就不容易烧黑 大约炸了2分钟 当你看到虾头转色 就可以先拿上来 如果刚才把火收小的话 重新加热之后就继续用大火 把其余的虾身都倒进去 虾身走油就很快 除了看到壳壳转色之外 当看到虾肉转白色 和炸到脏起的时候 龙虾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拿上来瘾瘾油先 现在的虾身已经炸到7成 剩下3成 就留在上汤的时候才再做 如果要做衣面底 就是这个时候用些滚水 将衣面灼淋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像煮公仔面 将衣面灼几分钟 灼到淋了就拿去铺底 但是这样做就会没味和不好吃 当衣面略略散开了 不需要全腍的 就可以先拿上来 然后在圆锅里面 先加大约400毫升的鸡汤进去 当鸡汤煮滚了之后 就放适量的胡椒粉进去 上个面和一斤的汤做到比好吃更好吃 我就会放多1茶匙的蚝油进去 用蚝油来调一调味 味道除了会丰富一点之外 做完出来就会好似走流 当蚝油融完之后 就可以将衣面放进去 等面慢慢吸一下汤的味 在煮的时候 就加大约2汤匙炸过龙虾熟油进去 这样做除了可以令到衣面有龙虾味之外 一会上碟之后 衣面就不会黏起来 这次我是特地煮多些鸡汤 所以就不需要等到衣面完全吸收汁 当你看到面已经转了浓身的话 就可以拿上来 放上一只碟里用另一只碟盖住它 补一补温 而剩下这些有蚝油在里面的鸡汤 千万不要浪败了它 隔了些渣出来之后 就留下来煮汁用了 在洗净锅之后 就用最小火将牛油煮熔 那你当然会说 要不要用这么多牛油 有足够多的牛油 做出来才会够香和有酒楼感 如果用普通油去起锅 做出来的味道完全是两回事 当牛油融完之后 就继续用小火将蒜蓉落锅炒香 闻到很香的蒜蓉味之后 将干葱头和葱都落锅炒香 之后就放龙虾进去 和鸟头炒均 让它吸收一下牛油和鸟头的香味 炒均匀之后 就下剩下的暖鸡汤进去 这些鸡汤已经拌了刚才有蚝油的鸡汤进去 接着就拌一拌它 务求要每一件龙虾件都要碰到鸡汤 如果不够汤的话 就可以加回适量的水进去 当汤煮滚了之后 就可以放入半茶匙的盐 和半茶匙的糖 再放适量的胡椒粉进去 然后就可以收到最小火 盖上将龙虾焗一分钟 焗到龙虾紧熟就可以了 最后就加适量的生粉水进去 但是就要留意 汤汁就不需要煮到好像芡那么稠 肉眼看到汤变得没那么稀之后 今集的上汤龙虾衣面就大功告成了 放好之后 放好之后 上桌是不是好像酒楼呢 相对起做芝士龙虾 做上汤龙虾 其实真的好像煮公仔面那么容易 在家自己做的好处 无论是龙虾的大小和质素 都可以由自己决定 最重要是 如果做出来的味道比酒楼更好吃 这才有满足感 那我就不说太多了 龙虾一定要趁热吃 今次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片的话 麻烦给个like 给我麻烦哥 而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大力点按住小钟 拜拜